近日,一段视频引起大家的关注 视频中一堆小混混聚在一起把德云社的票放在一起焚烧 甚至还在旁边叫嚣 就是全烧了,也一张不给你们 甚至还表示他们要让观众拿不到一张票 其实这件事还要从郭德纲在平台上公开叫嚣黄牛说起 有一段时间,德云社的票价疯狂涨 甚至一张票价被黄牛炒到了100000一张 郭德纲机缘决心要好好整治整治这些人 而德云社刚火起来的时候 黄牛也找到一种赚钱的方式 甚至大部分时间是一票难求 刚开始100元一张的票被黄牛炒到了600到700 而随着德云社发展越来越壮大 再加上郭德纲的名声和岳云鹏的名气 德云社火到了一种程度 而那些黄牛也越来越放肆 一张票被来回倒卖 而卖出的时候已经到了100000多一张 郭德纲怕这样的情况伤了粉丝的心 就在平台上喊话要收拾黄牛 随之就把买票系统换成了人脸识别系统 也就是因为郭德纲的这一举动把黄牛逼急了 花重金买下了德云社的票 然后拍成小视频焚烧来威胁郭德纲 可郭德纲也不是吃素的 既然你们都把票买了 那我就请朋友免费来看相声 也是一物降一物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 是在这一部分 我需要你加入 我需要一个